炒点粉条 地做白地做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视频 我是超小厨 我前两天花了30块钱 买了两颗紫色的白菜 我们都吃过正常的白白菜 但是这种紫白菜活了30年 我是第一时间 它这个味道跟普通白菜差不多 就只是这个颜色 它是紫色的 我们今天就来弄一个白菜猪肉炖粉条 弄 我们先把这个白菜一片一片的弄下来 然后把那个椰子和那个杆子分开 小杨 这种白菜没吃过吗? 都是白菜味 这个要香一些 就跟那个红烧一样 变成紫色的 它都还贵一些 这个椰子和这个杆子分开来 杆子一会儿凉拌 看起来是挺舒服的 嗯 今天我来给大家拌一个白菜杆 小杨 可以 小杨 嗯? 它的颜色洗不掉了 那又不是染的还能洗掉吗? 不晓得吃进去过后到时候再出来 它会不会也是止色 那倒是你咽就啥咽 我不走天作北地当时 我们来给这个白菜杆切成丝 要不切成条 要不切成条 到顶 给它放点盐 先把水分给它盐出来 小杨 嗯 这个其实跟我们这边的白菜差不多 一抓那个水分也出来了 我们先切点姜片 切点蒜 然后我们再来切肉 放两个干辣椒 弄两个大料 再来两个干辣椒 切碗肉 这个五花肉要给它去皮 你不说今天吃素吗? 这还不够素吗? 再切点肥的在里面 把这个油给它煎出来 大白菜一点油脆 对嘛小杨? 对 对嘛? 对哦 你别走 我还不走 稍微倒点油 把锅转一下 然后就煸五花肉 好 油要少一点 把肉先给它煸香 放点油给它煸水 下姜蒜 加点水 先把粉条下锅 放点油 放点蚝油 老抽 再上点色 这是东北菜 猪肉炖粉条 肉炒的时候就放点酱油 再来些续生抽 胡椒混 我们今天弄的这个叫东北菜了 其实这个肉在煸的时候 就应该放点老抽进去 接这个妈的视频 所以说忘记放酱油 我们再放点豆腐 豆腐直接撇成坨坨 放进去就可以了 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 让它多炖一会儿 嗯 我们先把白菜拌起来 要的 我们把这个白菜捞起来 水给它挤干 一定要把水分给它腌制出来 然后挤干 吃起来这个白菜干 放点姜丝 放点蒜 放点蒜 放点生抽 眼睛不放 来两盒鸡 来点油辣椒 这个是灵魂 小葱 再来两滴芝麻油 给它拌开 喜欢吃醋的朋友 可以放点醋 这是相当的安逸 大白菜 干儿 我们就拌好了 这个夏天吃 特别的开胃 又爽口 我们把紫白菜下锅 稍微煮一下就可以搓了 小杨 我今天买了四个馒头 我们就吃粉条 啃馒头 好 差不多了哈 撒上葱花 完美 关火 小杨走走走走 好 今天吃的相对的简单 就是猪肉炖粉条 大白菜 小杨 今天我们就吃素点哈 好 其实这一锅 菜最贵的就是大白菜 对吗 我也尝尝这个大白菜 紫白菜 你啥不像果 没特别感觉 确实 这个紫白菜 跟普通白菜 没得任何区别 嗯 快 还要吃一口紫白菜 三十几块钱买的 不吃有点亏 嗯 嗯 可以 要是冬天炖上的美胖 安逸 来 吃饭吗跟我说嘛 我不想跟你说了 为什么 去年我带了一阵子 我带了一阵子 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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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快 感觉白菜煮到都没得用 只用的椰子 很鲜吃饭搞得好心儿 几根几根的缩粉 是啰 明明是个粗暴之人 有个粗暴之人 吃快的也熟 吃慢的也熟 嘿嘿 吃到很美味的 肉汁 蛋白芹 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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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掉 吃不掉 這個看來是吃不掉了 太膩了 小楊 吃到後面有點悶了 我還喜歡 一會兒酒也悶了 豬肉也悶了 不是喜歡的問題 今天這個食物有點油 是嗎? 可以啊 可以選擇少吃點 吃飯吧 有一點膩啊 出於好奇心的趨勢 今天終於嘗試到吃白菜的味道 唯一的區別就是顏色不同 今天燉的白菜粉條 吃到後面多多少少有點膩 可能前面我的肉太肥了 可能是前面那個豬肉太肥了 我沒有煸的太乾 所以給大家看 吃到後面上面都是一層的油 非常非常膩 再加那個粉條 本身不吸油 吃飽喝好這就是生活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